台北市文山社区大学从民国101年起 即任养台北市文山区木榨公园旁的翠湖 公园处希望就是这个公园有一个志工队 来经营任养的时候呢 就是委由我们文山市区大学来帮忙筹组 维护培训的工作是由我们文山社大来代为进行 那之所以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在政府一般的一个委托厂商来施作 这个公园的一个保育或者是工程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是没有这些复杂度那么高的 生态保育的知识 那我们的志工队因为长期参与 所以呢我们的志工是可以分工来进行 就是动物植物水生气地这方面的专业 今天多了一个新装备教法 陈德宏老师正在讲解使用时要注意事项 捞上来有的人在 因为网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所以有很多的工作 有的人把它捞到靠岸以后 丢到比较平缓的地方 不要又回到水里面 因为你不要所有的人集中在一起 所以要互相提醒 每一个人的位置固定了以后 就不要乱窄 七地维物史要注意光线的通透性 以死低来区域植物也能生长 虽然有交罚的协助 但在池中狭窄的区域还是需要人员穿着涉水衣 下水去清理 在操作上相当耗费体力 在七地维物上还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拔草 为了避免拔草 志工必须先辨识生态区所有植物 偶尔志工也要清除淤泥才能维持水域深度 有时志工们也配合民众的需求进行导览 以教育民众正确的生态理念 每年四五月志工们也配合公园处举办 赶紧我从旗担任导户 让民众能够平安顺利到吹湖散 营火虫 明天节 一些关于人文环境的变迁都是很有意思的 湿地的生态不只是只有环境的部分 它也到了人文的部分 在老师的课程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七地维护 以前我到公园我是一个享受别人的付出的人 可是现在我在吹湖 我透过我的努力 我成为一个守心向下的人 让所有来这边的民众能够享受这么美丽的一个风景 公民记者福哥报导